专为消灭日本临时战机而生 美军F6F地狱猫战斗机 1943年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出现了一款新型战斗机 它体型略显笨重 但是非常坚固耐用 故障率极低 并且火力强大 使美军成功地压制住日本临时战斗机 使美军取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 成为当时美国海军的一张王牌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F6F地狱猫战斗机 它的出现令日军飞行员谈猫色点 战后 幸存的日本飞行员 谈到他们战时的恐惧与绝望的时候 总是会提起地狱猫 F6F战斗机是美国一型单座 单发平直翼活塞式舰载战斗机 由美国格鲁曼公司于1938年开始研制 1942年6月26日首飞 1943年9月服役 二战时期总共生产约12,272架 而当中的11,000架是在两年之内建造的 可见这款战机是多么的受美军欢迎 二战争中几乎所有的优秀海军飞行员都驾驶过F6F 其中太平洋战场上首屈一指的战斗机VF15中队 驾驶着坚固的F6F击落了310架敌机 自首战以后F6F地狱猫战机基本上参与了1943年以后太平洋战争中所有空战 包括了号称马里亚纳射火机大赛的菲律宾海战 绝大多数的空战击落成果都是由此机获得 F6F战斗机机身为全金属硬靠式结构 铝合金蒙皮使用了埋头毛街技术 由于该战机采用了驼背式机身以及整流罩倾斜向下的基地设计 因此飞行员即使是坐在驾驶舱内对地面的视野也是非常好 这对飞行员的作战有着很大的帮助 F6F地狱猫战斗机特别重视对飞行员的保护 其座舱装甲和自密封油箱使它能经受驻灵式7.7毫米机枪子弹的射击 大大提高了飞行员战场生存率 F6F经常在战机受到严重的损伤后仍能把飞行员带回航母 曾经有一架F6F被击中后 机体燃烧了数百英里后成功地降落在航母之上 美国海军第一王牌代为迈克坎贝尔曾经看见双黄风发动机里的活塞 和联动装置到处乱飞的地狱猫仍能够飞回航母 因此格鲁曼公司经常被叫做格鲁曼制铁工厂 F6F战斗机火力十分强大 两侧机翼中装有6艇12.7毫米国朗宁M2机枪 佩弹2400发 后期型号靠近机翼那段的2艇机枪被20毫米机炮取代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 日本海空军已经荡然无存 F6F地狱猫在空中很难找到对手了 通常只能执行一些武装侦查搜索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 F6F通常在机腹下挂载一枚900千颗炸弹 或在机翼下挂载6枚火箭弹 一旦发现日本的军舰 商船就急于猛烈打击 F6F地狱猫战斗机在二战期间 大规模航母对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正式参与作战以来 美国海军航空部队在太平洋上所取得的75%的胜利 都是来自F6F地狱猫的功劳 据统计 F6F在空战中仅以损失270架的代价 就击落了5200架敌机 其中相对于临时战斗机的损失比率 达到了惊人的1比13 因此 F6F地狱猫也预出了美国最多的王牌飞行员 总共达到了306位 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也令其成为了二战中美国海军最佳战机之一